台北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 好 各位大家好 你好 關於馬英九要簽合民協定 我覺得 合民協定 切切不可以簽署 因為只要簽署的話 就馬上提供給中共 無力犯台的保證和藉口 台灣一定會 散火之中 會被滅亡 第二點 我覺得馬英九在這時候 為什麼敢提出這種 今天冬季這種 這種核心協定 的這個 這個 題目出來呢 我覺得他 他已經感覺到他的選情不是絕望 而是無望了 所以他現在走選擇 走顧負一時的選擇 所以說他現在走顧負一時的選擇 他可能就利用像五度選舉一樣 甚至啊 史書比搶擊連勝文更骯髒 更殘暴手段 來應付這種選戰 如果選戰不管輸贏 他都有 有一些齁 要利用中共來 控制台灣整個局勢 全力 可能不願意 甚至不顧一切 不意願把政權交出來的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覺醒 絕對不會要 讓馬英九為所欲為 不要讓他殘暴的暴軍 殘害台灣全民的民主和自由 謝謝各位大家 高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吳先生 你好 吳先生 喂 吳先生在嗎 來 吳先生你好 各位先進大家好 你好 我認為台海不穩定的因素是中國 可是維持台海和平的力量 確實來自台灣 台灣只有 台海的和平只有一個狀況下 才會有 就是我們有能力 可以擊落所有入侵的飛機 可以集成所有入侵的船線 可以攔截所有攻擊的飛彈 那民進黨準備好了沒有 我認為民進黨明年會執政 那馬英九今天提出這一個和平協定 我是認為他不管 就是我的意見跟那個吳大哥一樣 不管明年他選一選出他一定會做 所以那個民進黨應該要有所因應 第二點就是民進黨 我認為民進黨明年執政之後 他應該相信人民 然後把更多的公民權利還給台灣人 那這個包括 而且就是要用法律來明定 這個包括是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前途要用公投 稅戶的全面改革 人民的司法審判案件中的陪審 都應該要馬上 就是明年執政之後馬上進行 好 謝謝 好 先謝謝 來 宜蘭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這邊兩點說明 請說 第一個馬英九如果明年當選的話 他再當四年總統 這期間跟中國簽訂和平協議 條件就是要六年的台灣特首 那四年加六年剛好是黃金十年 那第二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西特洛跟歐洲很多國家都簽訂 互不侵犯條約 第二天就去攻打人家 所以這些所謂的互不侵犯 所謂的和平協議都是騙人的 那如果說大家在今年 這明年選馬英九當選的話 我敢說以後台灣人就沒有這個機會再選總統 因為以後就沒有總統民選這個事情發生的 所以台灣人民應該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好 林先生非常謝謝你 語音投票已經正式破六萬票了 來 台南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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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你好 今天馬英九會等這個議題 我們就知道 剛才這樣判斷 我們就知道 他是選情很高級 所以我們不用煩惱 但是我們後面的煩惱 他沒有動算跟動算 會的情緣都會簽和平協議 因為我們台灣人要特別注意 是 我的意見是這樣 黃先生謝謝 後來台中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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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 我們現在嚇到一個 女人的心想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周美青 我們把11個白眼 馬英九就怕了 今天我要說的就是 今天我們台灣人人民的情緒 很清楚 這次要選舉 你如果倒馬英九就是 四路一條 你如果簽下的時候 好平協議簽下的時候 他如果人口給你 移民一兩千萬人過來的時候 你這些廣告議員也不用發揮 會長二三三年前 大家要做廣告議員 是比例原則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永和的蔡小姐 蔡小姐你好 黃先生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覺得像三年前馬英九 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有人問他說 你的女兒要不要放棄美國國籍 他說他沒有辦法替他的女兒來決定 那他憑什麼替我的女兒 我的下一代去決定他們的未來 沒錯 馬總統現在都沒有辦法 給我們這一代有幸福的感覺 你看薪資那麼低 物價那麼高 房子又買不起 一點幸福的感覺都沒有 他怎麼可以替我的女兒 或替我的小孩 決定他們下一代的幸福呢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是不太能夠再適應 這樣子的一個總統了 所以我們要支持蔡英文 謝謝 來新竹的江小姐 江小姐你好 你好 江小姐請說 我只想發表一個意見 就是說 過節目實在是 就是題目寫得太複雜 應該把事情簡化 就是選了馬英九就等於統一 那統一就等於 對不起 軍公教 你們的退休金其實是沒有的 請大家講清楚 其實剛剛那個徐教授講的非常清楚 可是因為可能只有幾秒鐘就這樣帶過去 大家其實對這樣子的後果 並不是很清楚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非常謝謝江小姐 來 接下來是北投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 你好 蔡先生請說 洪醫大哥你好 你好 這個因為我講話不太方便 就是說第一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根據和平協議的話 根據和平協議的話 協議應該是地區對地區嘛 如果根據是協議的話 那麼我們比照西藏之前跟 中共簽的協議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直接點明 今天我在整個我們這個地區 看到這個昨天的炸化新聞的民眾裡面 大家都覺得說心裡很不滿 為什麼蘇嘉璇這樣寧願退讓 但是因為覺得說蘇嘉璇沒有 gas 但是後來再仔細想一想的時候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能講的 因為你就算蘇嘉璇去 你硬去保護好了 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你就算硬去保護好了 你去 你所有偵辦單位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控制之下 那麼請問你 那還有什麼正義公理存在 蔡先生謝謝謝謝 接下來是台北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師弟 謝謝 你好 陳先生請說 我要講的是怎麼樣 我完全同意這個 吳國動先生所講的 因為馬英九啊 現在是已經估訴一直了 他確定啊 他自己沒有辦法連任了 所以啊 他不只是 不只是這個 吳國動先生講的是說 這個他如果沒有當選的話呢 可以利用那個空川旗去簽 我甚至認為啊 他有可能 現在就著手要簽了 因為現在的這個國會啊 他還能夠控制啊 但是如果到了這個選舉之後的啊 國會可能他沒有辦法控制了 所以 這幾天開始 大家都要 好 非常謝謝 接下來是台中蔡先生 蔡先生 你好 蔡先生 喂 蔡先生你好 大家安安安 你好 我跟你說 沒有公平就是這個選舉就是拜六 你六個禮拜就比較公平 對 沒有公平多少行 你知道嗎 公務人員一年了多少次 有將金還有過年也有的 你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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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的結構 不可能嘛 你所有你這些公務人員 你也都說 喔 說就說 你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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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財子 你現在的財子 你是所有的財子是誰拿出來給你財子 你知道嗎 因為你現在是在頭中的白鐵 你在火爐旁邊 在那些煩磋 你的財子是這麼辛苦的財子 你要搞清楚 是 你今天還要這樣問問問問問 我相信你財子不是財子 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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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媽姓 做做的 做為的 你如果要叫他拿一家人出來 好像不是要叫他掛他 掛他的肉 你今天看不見他的索瘋嗎 好 蔡先生 好 屏東鍾先生 鍾先生 你好 鍾先生 鍾先生 你好 喂 鍾先生在嗎 喂 你好 鍾先生 你好 請說 那個 覺得 先和平協議 可能 那我們的老蔣可能會從回幕跳起來 我覺得 馬總統應該不是當一個國家總統 應該可以參加奧運會跑馬拉松轎 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這次的選舉人站起來 好 好 非常謝謝鍾先生 來 美農的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全國的觀眾朋友 我會打你 是 是 我跟我說 我們全國的國家人一定說是要談決 滿久現在要簽這個 簽這個那個 和平協議 不是和平協議 其實是投降協議 所以我們國家人 就是全力要支持我們蔡英文 給他當選 不然的話 我們台灣沒有希望了 最近我們的民生問題 被馬英九搞得一塌糊塗 跟633根本就沒有達到 我們農民 我們工人 事業的工人多少 現在流浪 還有現在流浪教師 在街頭流浪的多少 大學生一畢業就是負債 所以我們都是國家人 我們全力要支持我們那個蔡英文主席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林先生 按照聯絡部 作為說他贏12% 12%是100 差不多50萬票 何必丟什麼和平協議呢 已經贏那麼多了 要簽我當選以後再來簽啊 我認為他的選情非常的危急 所以就像蘋果日報社論寫的 他必須進行好賭 但是我們的未來 不可以放在馬英九的賭博裡面 到目前關心這個和平協議的 語音投票的觀眾朋友 已經正式破7萬票 我們也只不過節目進行75分鐘 已經破7萬票 等一下我們還有長達這個50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